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十二月二十一號公共電視 有話好說 我是張志雄 新一屆的縣市長 即將在二十五號就職 不過包括苗栗縣的中東景 以及新竹市高鴻安 在宣示就職前 目前都深陷司法案件 是否會對未來的施政 造成影響 各界關注 另外九和一選舉過後 各黨都開始備戰二零二四 總統大選 像是民進黨 目前呼聲最高的 就是副總統賴清德 目前這個時間點 他正在新北市三重舉行 他要參選民進黨主席 向黨員報告的一個活動 稍後我們來看現場狀況 不過另外一邊 我們就是說也被認為是這個 就是也被外界認為 今天這活動好像是他參選 總統的起手勢 不只是選主席 而待會我們再來看現場狀況 不過另外一邊 就是國民黨的部分 這個除了他們目前的主席朱立倫 還有剛剛高票連任的 這個新北市長侯友宜 另外現在大家也關注的 就是好像這鴻海集團創辦人 郭台銘最近好幾項發言 也被外界認為說會不會是下屆 這總統選舉 藍營的熱門人選之一 今天晚上我們要一一來探討 先來介紹近來來賓 第一話介紹的是臺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 林廷輝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謝謝林老師 第二話介紹的是淡江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教授蕭雨淨 蕭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 資深媒體人邱明玉 大家好 謝謝明玉姐 再來要介紹的是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大家好 謝謝仁俊哥 那麼一開始我們就先從苗栗縣 這樣的一個狀況先來看起 被苗栗地檢署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二十一號上午苗栗縣長當選人 中東景親上火線 在苗栗縣議會召開記者會 強調社會的陳姓男子 是大湖鄉長 傅松林的晉總主委 自己並無實際往來 卻因為和傅松林成立聯合競選總部 而被檢方強行入罪 痛批完全是司法迫害 周東景質疑檢方是選擇性辦案 淪為特定政黨服務工具 將向監察院提出檢舉 法務部次長蔡壁中博弑 地檢署辦太快有人罵 辦太慢也有人罵 法律規定當選無效之訴要在三十天內提 希望大家尊重檢察官及法院審理 法界人士則認為本案為民事訴訟 採證據優勢原則 陳審法官的新證將是關鍵 本案的當選無效之訴 法院的審理 最後的自由行政的評價 他可能要去判斷的到底是檢察官這一方 他所提出的證據 是可以證明 還是今天另外一方 也就是說這個鍾先生 他們當選這一方 所主張的證據 誰的證據比較強 根據選罷法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 選舉罷免訴訟以二審終結 各審受理之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原則上最遲一年多內就會判決確定 未來這場官司勢必舉過關注 也將衝擊苗栗政壇 記者 阿美鳳 中部報導 回到現場 我們先請問林老師 可能很多的這個苗栗憲民都會關注說 就要當 就要就任了 那這樣會不會對於我們未來的縣長 會有所變化 就法律上角度 目前可能會面臨什麼的問題 這個民主政治本來就有可能 有一些這個會選的事情出現 那當然每個國家的做法不一樣 那臺灣我們基本上 已經經歷過那麼久的時間 那麼多的一個經驗來講的話 我相信這個檢方在辦案 或者是法院在處理這事情 應該會明快地處理 那因為這涉及到苗栗憲 憲民的一個相關的權益 那不過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一定會有縣長 因為這個不管中縣長 中縣長當選人 如果沒辦法就任的情況之下 如果被判定是真的是有 這樣的一個瑕疵的話 那有可能就是後面在補選 或者是甚至有地補的可能性 那不管是什麼樣的方法 來講的話 苗栗憲的憲民 應該不用太擔心 一定會有縣長 但是問題是在哪裡 就是說因為這件事情 他可能非常棘手的原因是 我相信所有的候選人 基本上都非常有嘗試 都瞭解到說會選本來就是不對 所以那個斷點在哪裡 以及這個法院跟檢察官 他們在處理這個案子的時候 那個證據力是不是充足 那以及能不能這個 將這個當選人來講的話 能夠真的是這個進入到 這樣的一個司法程序以後 然後幫這個以公正的方式 來判定他什麼樣的刑期的話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來講的話 希望不要引起太多的社會成本 因為有如果太多 太大的爭議來講的話 那就可能造成整個社會上的一個 這個這個雙方的陣營 或是不同的 甚至於說有激起什麼樣的一個 政治上的一個後果的話 那這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包含檢方來講的話 已經收集到相關的證據 甚至有任何的相關的電話 或者是相關的記錄 或者是相關的東西 那斷點當然他們一定會做斷點 如果一般來講 有需要做這些事情 一定要做斷點 那這個東西檢察官要把握住 如果真的能夠這個掌握到相關證據的話 一定要給社會一個明確的一個交代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案件的 從一開始 大概的一個案件狀況 還有未來可能一個發展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做了一個整理 好 首先我們看到是這個在幾位 這個候選人包括中東警 還有看第二行大戶相長 副聰林以及還有幾位的鄉代跟村長等人 他們有一個大胡鄉的聯合競選總部 而在這個地方 他的陳姓主委的等人 在十一月間是被發現 用一千到兩千元來做現金匯選 好 那麼當檢方針發這個案情 到一個程度之後發現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他們進而對中東警等當選人提當選 無效之訴 而中東警的陣營回應說 這陳姓男子和中東警並沒有往來 只是掛名聯合競總的主委 沒有參與競總的會議 不可能有共同會選的犯譯 所以他們認為苗栗地檢署 已經喪失司法機關的獨立性 將要向檢察院來檢舉 而我們也整理一下 目前可能會有的一個法條 就是說選法法第一百二十七條來看的話 基本上選舉罷免訴訟 以二審終結 並且不得提起再審之訴 各審的受理法院 應該在六個月內審接 而最關鍵的是 因為目前他提出來是一個 當選無效之訴 所以如果縣市長 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的話 應該要依法來做補選 我想請問蕭老師 你怎麼樣看這未來的一個政治變化 因為現在看起來中東警 當然會質疑說 我就要上任啊 你這個時候找我 這剛剛的一個問題 而且我好像跟他 他的說法之後 他沒有連在一起 然後他就覺得說 是一個政治上的一個處理 你怎麼看這個案情 或者是司法上面 跟政治之間的關聯 或未來的影響 OK 我想這個案子的話 當然被起訴的 他當然會說這是司法迫害 這是政治迫害 我想這是臺灣長期來都會的一種現象 那事實上是不是要起訴 這個質詢在檢察官 對不對 檢察官他認為說 有一定的這個證據的一個明確性 他就依法 他就提起了這個訴訟 當然檢察官提起了這個 這個起訴之後 這個是不是有他政治背後的目的 這個我們在外界 很難去揣測 但是我覺得關鍵 既然都已經提起了這個訴訟 對不起 已經起訴了之後 那當然接下來 就是在法院這部分 那重點是在於法院的法官 他對於剛剛我們所提到的 這個林姓主委跟中中錦之間 到底有沒有互相的這個聯繫 有沒有這樣一個共同的犯意 我想這是法官 他未來要去去釐清楚的一個問題 那就如同剛剛主持人講到的選霸法也規定了 所以那每一審只能夠在六個月之內要終結 所以二審等於是一年之內要終結 那當然如果一切順利是如此 如果說有些訴訟的這個技巧 如果要求法官迴避之類 也許有可能再拖久一點點 那不管再怎麼樣的話 大概就是在一年之內要有一個結果出來 那我相信在這段期間 雙方包含這個法院 或者是雙方陣營之間 一定都會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論述出來 那國民黨跟民進黨 當然會在這一年之內 也做了一些準備 因為也不清楚說 最後法官的判決結果會是如何 所以這件事情 他到底是一個所謂的司法迫害 還是一個檢察官依法的一個起訴 目前我們可以 就目前有的資料來看的話 並不是那麼明確 但是我們就期待之後 法官在這個審理的過程當中 如果有進一步的資訊出來 我們可能比較好做一些討論 是 小燕姐我們想問一下說 因為當然民進黨就這個案情來講 當然一定會認為是說 這個如果最後判決出來 是有些狀況對抗是有利 可是可能國民黨這邊就相對好玩 就是國民黨 當然我們知道中東警 不是他們所提名的人 他是一個無黨籍的身份來參選 但是可能他跟國民黨之間的關係 也真的不錯 包括選舉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做觀察的時候 也都是感覺到 他又很明確的一個 棄保的一個狀況 你怎麼看說這件事情 在這個國民黨這個陣營 他們的可能引發的這個政治效應 或未來怎麼樣來關注這事情 現在看起來 就是說朱立倫昨天就已經這個伸手 伸出那個暖手 這個幫中東警助政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中東警要不要回國民黨 這件事情是有點尷尬 因為其實坦白講 他不但是跟國民黨提起 他的那個黨員的這個訴訟 他其實跟那個秘書長 黃建廷本身也有訴訟 因為當時黃建廷 就是講他過去的那個 什麼殺人未遂 這件事情 然後他認為這個黃建廷是毀謗 所以他跟黃建廷 自己本身還有官司在 所以等於說 他能不能那麼快回國民黨 不過按照朱立倫的邏輯 因為朱立倫在選後的時候 就喊出一個叫做非綠聯盟 那意思就是說他也是跟中東警兩邊 就是雙方釋出善意 意思就是說 中東警就算沒有回國民黨 但是我們本身就是非綠聯盟 譬如說跟新竹 或者是說跟這個金門 都要組成一個非綠聯盟 完成這個什麼下降民進黨的一個願望 所以我認為說 在這個時機點朱立倫這樣做的政治目的 當然就是跟中東警講說 好 雖然你活不了國民黨 但是我們本身呢 我們還是可以做非綠聯盟的一個結合 這是政治上 那我最後補充一點這個法律上的部分 剛剛老師這邊都講蠻多的 但是事實上這個案子其實並不難 並不難 所以等於說他在一年 因為兩省 二省 一省二省 就是全部都要完結 這一年以內 你這個案子就不會拖 不會像說待會我們討論高鴻安 他可能曠日費時要不知道多久 所以這一年以內就一定可以要完結 要做一個了斷 那現在取決於說 在那個陳信的條 因為這個陳信的條 關鍵人是在這個陳信的條 阿咖 就是會選的這個人 一千到兩千不等 他四合一會選 從縣長一路買 鄉長一路買到鄉鎮 鄉鎮民代表這樣 那他是被逮到的 他是在行賄的過程當中被逮到 那等於說他的證詞 就是相對的重要 那今天你看起來就是說 苗栗地檢署也強勢回應 因為他就直指說 這個陳信的條阿咖 在審訊的過程當中 他就是明確地指出 他有跟另外一個邱信的條阿咖講說 就是票投中東警就對了 他是有講這件事情 那所以所以那個苗栗 檢察官就講說 就算這個錢不是中東警出的 但是你這個會選的行為 你在會選的行為 過程當中 你只要有跟條阿咖講說 你票要投中東警 這個一之前 有個臺中的案例 這個也可以算是你會選的行為 看起來苗栗地檢署 他們這個是有備而來 所以我認為現在就是中東 你陣營第一個他當然是撇清跟這個陳信條阿咖的關係 他就說這個是他個人 行為跟我沒關係 那第二個他也會覺得說 你這個苗栗地檢署 是不是有那個濫壓取貢 所以他也要告到監察院告訴 去告那個監察苗栗地檢署濫權 所以我認為說現在是在司法層面 但是回最後我要強調是說 這件這個案子並不難 因為你包括行賄收賄 對象通通都有了 那這個案子真的不難 那所以就是看起來就是還是 是剛剛新聞講的就是有 最後是有賴於法官 看看誰的證據比較強 還是在法官新證的部分 是的確就是最後的一個審查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講 就是當他沒有最後的 尤其連現在一審都還沒有 我們要跟觀眾朋友講說 任何的一個案件 我們目前都是無罪推定的角度 來看這樣的一個新聞 好不過我要請問一下 任俊哥 整個藍綠的這個政治排面來講 這個案子 我們當然知道說 還是要回歸司法最後的解決 但是在這個時候就是就職今天差四天 然後他是在差五天的時候 來做這樣一個偵查 您覺得是不是檢方之前 可能都已經鎖定這個案子 一段時間了 還是說可能很明確的一個答案 就是出現了 所以他才會這麼有把握 在這樣就職前五天的時候 來對這案子做一個進行 我想檢察官現在以臺灣的目前司法 狀況來說 很難做到濫刑起訴 也就是說你 你基本上你要起訴 你所有的證據是全部都要攤在 這個陽光之下 因為律師都可以去閱這些卷證 所以我認為當然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這個事件是本來有人做檢舉 然後他經過一段時間的偵查之後 因為本來他就有陳如剛剛小玉所講 他其實也是有他時效的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我認為與其去 這時候去強調 就是說他是不是用這種政治上的操作 我覺得其實對於司法人員來講 或許不是那麼公平 那我必須說 就是說現在看起來 剛剛比如說像中東錦說 像這個中東錦所講的意思說 那我只是跟他掛聯合競選總部 那其實你知道在過去 其實有一些的這個判例 是來自於就是說 即使你是條蛤咖 那被找到有匯選 因為他最重要是 他必須要確定就是說 被指控 比如說中東錦 跟這個所謂條蛤咖之間 到底有沒有犯意聯絡 也就是他到底是不是同意 並且授權說 OK 我知道你要做這件事 過去確實也有判例是 他當事者真的不知情 可能基於熱情的支持者 所以給他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那塊東西 讓檢察官去做釐清 那這個你說要去 硬要去講說 他是不是為了要做政治打壓 其實我今天聽到有民進黨朋友講說 我是真的要打壓 我的選前發動就好了 我幹嘛一直等到選後 搞一堆事去做這個 那我必須回來看 就是說現在看起來國民黨的角色 反而在這件事情上面 是很詭異的 當然可能對於這個朱立倫來講 他現在去操作說 你看這個新竹是這樣 苗栗又來一個 那我不太知道 當朱立倫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對於這個所謂的新竹的林庚人 或者苗栗的那一位叫謝福宏 他們怎麼去看待 林庚人到今天為止 都還在喊冤說 怎麼會有人講 他是民進黨的側翼 包含謝福宏 你看謝福宏在當時選的時候 一直在強調中東警是假藍軍 因為中東警他其實都一直強調 他要用國民 就是他是藍軍的這個身份 那你現在朱立倫替他去喊這個冤 那我不太知道 就是說對於謝福宏來講 他到底怎麼去看待國民黨 到這件事情上面要扮演 因為過去大家認為說 國民黨是不是去同意 你今天藍軍的人倒戈 然後來國民黨也還講說什麼 你如果是這個倒戈的話 最嚴重是可以開除黨籍 那現在呢 我不知道朱立倫這個言論 他到底是站在哪一個立論上 而且看起來朱立倫並沒有一個 所謂的證據講說 你是被冤枉或是怎樣 所以我覺得那一塊如果把政治的語言 跟司法的這個偵查 綁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讓大家覺得非常非常的混亂 是 好 我們看完這個苗栗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要關注的是新竹 我們來看下面自責報導 新竹市長當選人高鴻安公布第一波小內閣 副市長由高檢署檢察官蔡立青出任 秘書長則是從北市府借降地政局長張志祥擔任 小內閣還包括教育處長童鳳嬌 地政處長何憲琦以及民政處長 岩毅琦成員以女性居多 未來的副市長目前是採用這個高檢署的檢察官 那我相信他的這樣子一個法治專業 還有他在這個檢察官檢調體系 這樣子一個debug的能力 我覺得未來一定能夠讓大家來了解 過去的這些公共工程的疑慮 高鴻安因為涉入詐領助理費案 坦言面對偵查壓力和人事交接 比拼選站還要累 至於外界質疑存有關鍵內障的私人電腦送修 沒被檢調查扣 高鴻安表示那是電子白板 也將以往新竹市府使用 我想這個部分就是尊重我們檢調 跟司法相關的程序 那我想這個部分目前我們都是25號就職 然後當天來做排任 這樣子的目標來前進的 記者黃玉居張子佳 詹淑雲 臺北桃園新竹綜合報導 好 這個案件的一開始原因 還有包括目前所演變到的一個進度 我們也來做一個整理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這個偵查進度 臺北地點署在十二月十五號 指揮調查局北京線搜索好幾個地點 並且約談的相關人員 而在十六號的清晨 檢方依違反貪污自罪條例 預領高鴻安六十萬交保後傳 而根據某個就是靜州刊 上報導相關的一個內容 也就是他們可能有得知 來自於這個檢方 告知他們目前偵辦的一個內容的話 是專案小組是發現說 這高鴻安設詐助理費 好像看起來有三大手法 第一個低薪高爆炸助理的薪資 然後再利用底帳的手法 侵吞助理的加班費 然後立法院按月補助立委辦公室的 相關費用是進到高鴻 的戶頭的這部分 看起來是止進不出 也就代表說辦公室的相關運作 好像看起來就是透過助理上角的攻擊金 來維持形同坑殺助理薪資 好 當然這些內容 我們先說都是目前好像 檢方還沒有正式的說明 所以我們仍然所有相關的案情進展 我們還是要站在一個 無罪推定的角度來做一個理解 我們也先跟所有觀眾來做一個說明 那高鴻還面對媒體來公布相關的一個偵查 內容的時候 他們有所回應 他們說北檢已經多次呼籲外界 不要對偵查中的案件 做無謂的渲染或揣測 所以他也強調 這不是北檢透露的 請勿以而傳而 對於有些媒體偵辦 這個進度把他給說出來的話 他們是覺得會不會質疑 他們有一些報導的動機 所以他們也呼籲檢調 應該要嚴守偵查 不公開的一個原則 我想先請問一下林老師 對於目前這個案件進展到這邊 您怎麼來看是說 可能也是一樣 這個案子畢竟從選前 就一直到現在 然後檢方也在 他還有立委這個免責權 一個保護傘的狀況 在來到立法院 來做一個收藏 您怎麼來看說演變到這邊 敢做這樣的動作 因為進到立法院 也是要得到這個立法院長的同意 所以敢做這樣的動作 是不是可能他的罪證 這段時間證據掌握了不少 對 因為這已經有一段長時間了 就是在選前一直到選後 是在選後 你不知道這個事情 要再拖多久 這就很難講 所以這件事情 他顯然是一種 你要從政治層面來看待 或是從法律層面來看待的話 都有他的一個講法 那我們先從政治層面 來看待來講 因為本來高宏安來講 他選新竹 是不是能夠選得上 其實是大家 還是有一點遲疑的 但是因為到了這個選前的 這個最後階段來講的話 他的知名度不斷地一直在被提高 所以變成說 他變成是全國的公眾人物了 大家非常關切 他的這樣的選情 特別是關切新竹 這個地方的這樣的選情 那所以對高宏安來講的話 他變成說 他自己本身也有不可讓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強力強力的就回擊這個北檢的 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覺得他是接下來也是會不斷地透過什麼方式來釐清自己本身來講 在這件事情上面 是往這個無罪的方式來進行 那因為這事情會知識體大的原因是因為他只要在依照我們的地制法 只要一審定業的時候 他就會被停止 那因為看起來是他一定是會就職 所以他到就職之後 會不會因為這個案子 然後因為這涉及到是一個貪污的一個案件 除了內亂 外的壞 還有一個貪污 那貪污這個案件來講 如果是以貪污來起訴 來偵辦 然後來一審來終結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可能被停止 那停止的話 就是由中央直接指派來這個代理市長 所以就變成說 這件事情就會影響到他接下來 包含如果從政治方面 角度來講的話 民眾黨在這裡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政治場域 還有另外一個層面 就是他本身高宏安背後的 這些所有的支持的 包含相關的這個這個金主也好 或者相關的這些財團 或者是說很多的其他朋友們 那這樣的一個一個做法 我覺得大家為什麼可以看好戲的原因 是因為在這一場 這個有沒有法律鬥爭當中 一個是你死我活的一個概念 那北檢來講的話 六十萬元交保 很多人揣測 就是案子會不會說 是不是那麼大的一個案子 但是我是認為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交保的金額跟你的案件的大小 其實不見得一定是成正比或是怎麼樣的 所以這個事情還要再看 因為這裡面最重要的是侵占助理費的這個概念 那助理本身 他本身的有些其他的離開的助理 他會有一些檢舉的相關的證據 或怎麼樣之類的 那還有伙同的是相關的人員 那如果真的在法律上是有罪的 即便你是侵吞了一毛錢或是一塊錢 都是被認為是有貪毒的 這樣的一個結果 是 好 那如果說像剛才您也提到說 有這副市長代理的問題 因為我要請問一下蕭老師 因為根據地制法第七十八條 如果有相關狀況 這內政部是可以將這縣市長來做 沒有 先停職 然後是八十二條的時候 他可以報這行政院來 就是說指派的一個部分 就是找人 應該是說 他有一個代理 但是當然現在大家也在關注 是說他特別找了一位 這副市長是蔡立青 他是來自於檢察官的一個背景 當然他也已經辭去 這個檢察官的職務 來擔任這職務 可能看得出來 他是有相當的一個決心 說好好來在地方執政 但是要請問你 你怎麼樣看說 今天他有沒有選擇這樣的人選 是不是他也有一點準備 是說未來如果真的 因為不知道檢方的一個司法偵辦的動作 我相信他也應該做 他安排這樣的一個檢察官 來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 是不是也做好 就是讓這個市政 不會因為這個案子 來影響到未來的市政發展 對 我想我們從過去來看 就印象中似乎沒有檢察官 擔任副市長 就我所知 可能沒有 那所以他找檢察官來擔任副市長 當然他的動機 我們就會覺得特別好奇 那剛剛林老師也提到了 就是說事實上他這個訴訟 本身是充滿了一些政治味道 因為這個新竹市長的選舉 本來沒有那麼激烈的 但是因為林志堅的這個論文 對抗議案之後 那導致了整個高宏安的氣勢上來 如果我們稍微看一下 就知道說這一些對高宏安的這些檢舉 或者是一些案件 都是在選戰中後期的時候突然出現的 包含他的學歷支撤會的事情 以及包含這個助理費的事情 這不免就讓人家聯想到 聯想到說是不是有政治力大力的介入 那當然這個民進黨的柯總召議 曾經講過就是說選上能不能夠面對 是還要面對一大堆的這個法律訴訟問題 所以這個就加深了 這樣的一個政治味道在裡面 所以我也我們可以很合理的預期說 既然這個這個面臨到這麼多的官司問題 那他當選之後 他一定要有所準備 所以我我我認為他找檢察官來擔任副市長 應該就是在選舉期間 他就已經沙盤推演過了 那為什麼找這個檢察官來當當副手 我想不外乎就是說 第一個畢竟這個檢察官 他有一定的這個這個這個法律的 這個相關的知識 他還偵辦過的案件很多 所以可能對於他這個案子 本身來講的話 是有一個法律諮詢 或者是去沙盤推演的 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透過這個檢察官 也許他在法界有一些人脈 也可以透協助他在這個處理 這一個就職之後的一些案件 所以剛剛主持人問說 那是不是他有他的一個這個這個想法 我我想應該是沒有錯的 是有這樣的想法 當然小綺姐 有些人也會講是說 除了政治上面 他有一些做法 希望不要讓未來的市政亂掉 但是也有人比較有一些不同的角度 會想說會不會有一個檢察官 在身邊對他目前的官司 會有所幫助呢 這個難免會有這樣的聯想 因為事實上第一個高豪安 自己本身就已經是市長的這個素人 那譬如說像這個蔣官安 你就會想辦法去李賢 下次找一個李四川來 來幫他輔助 問題是你自己本身 就已經是這個市長的 沒有什麼經驗 就再去找一個檢察官 那不是說檢察官不能當副市長 這個當然有自己的選擇 只是說檢察官 他所有的這個相關的經歷 他在法界是非常非常優秀 得過獎 那問題是他的經歷就是在這裡 那你能告訴我們說 你找他來做副市長 然後你的施政藍圖是什麼 那如果說 如果說你要講說 那我找他來就是要去徹查 這個新竹的大祕寶 那偏偏他在這個記者會上 就講說我現在好像覺得 就他的意思說 這個都不是弊案 講弊案是太早 所以要查才知道 那就會覺得說你選前 好像講一套選後又一套 那我還是要強調說 這個案件 這個案件當然現在看起來 檢察官他這個連起訴 就是說沒有生壓 沒有生壓 那沒有生壓 當時大家都有很多的說法 我是比較采信是說 他不生壓的原因 有兩個 第一個他會不想那麼快 先底牌 因為你把他這個生壓的話 變成說你對方律師 就可以拿到你的這個卷宗 你就把你的底牌 就亮出來了 那我覺得第二個 更重要的原因是說 未來如果這個案件 現在我跑社會同事 都會有一個判斷 如果他把這個公積金 他只要能夠解釋 這個公積金 是一個大水庫理論 並不是我高宏安私人的小金庫 我自己用 別人也有在用 不是我只有洗頭 什麼什麼面試郭台銘 這個書啊 什麼只有我在用 你這些助理 他們通通都有用 譬如說他們喝下午茶 什麼他們大家都有用 所以代表說 我沒有涉灘的犯意的話 他這個涉嫌詐欺 這個他也許就可以逃過 那變成到最後 會不會只剩下違罪 譬如說你是偽造文書 這種違罪 甚至到緩刑 那這個可能被法界打臉 我覺得這是一個風險 所以檢察官 他應該是有考量到這個 所以他沒有把他做這個生壓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案子 現在當然大家眾所矚目 因為很juicy 每天都有不停的 甚至還有窩裡反 這種來指控 這個什麼 你的這個下屬 來指控老闆 這個當然還有涉嫌 到說會不會一審停職 這個事情 但是我還是認為說 如果現在大家好像帶風向 就是說把他渲染 說一定有罪什麼 那那像林資廟 林資廟的案子還未定之天 我是說未來就是 如果法界把他判 判說你這個 就我剛剛講的 你沒有這個詐欺的販圖 大家供基金 大家都有用 是不是又造成另外一股 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什麼司法不公 類似的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這個媒體在沒有 這個事情的過程當中 這個還是不要太過去帶 這個風向 那我當然覺得說高鴻安 你現在去找了這個蔡立卿 來當你的這個副市長 那你現在看起來就是要查這個案子 那查這個案子的話 我還是覺得你要記取高 那個柯文哲的教訓 柯文哲之前就是五大弊案 變成五大案 最後變成五大唬爛 所以你現在是不是說 你現在高漲起鼓說 新竹球場就是有弊案 車站有弊案 總圖有弊案 官埔國小都有弊案 然後最後又變成四大唬爛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變成第二個柯文哲 任俊哥也有人是覺得是說 有一種就是好像有一種說法是以送指送 就是說你現在可能 因為執政黨是民進黨 所以他可能現在會當作說 這是民進黨對我 所以就像剛才明姐講到最後的 像棒球場或什麼樣的案子 有一種說法是說 可能他現在有了一個 檢察官在身邊 然後也能夠以這個主管機關 市府的一個角度 下去查這案子 如果說查到有感覺上就是我跟你是一種司法上對抗 看看可不可以讓他的一個案情 所以有些人好像會有這樣的角度 是你怎麼看這樣的一看法 我覺得就是說 我相信大家還是支持 就是說如果今天真的有什麼大祕寶 小祕寶 或者是什麼什麼案子的話 你就去查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我真的必須講 就是說新竹市政府 其實現在有個單位叫做陣風處 那他們這一段時間 是完全沒有任何訊息 還是完全都不做事 我不知道 但最少他其實是有一個防幣的機制在 那所以如果說與其把一個副市長的人選 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說你如果以大的縣市來說 他的副市長 基本上會有各個不同去督導的範圍 那新竹市 因為他人口結構的關係 他又只有一個副市長職缺 如果這個副市長未來的著重 是在司法這一塊 我講實話 我覺得可能對大家 對於副市長的這個職務 可能設想不是這樣 我也不認為新竹市民會認為說這個整個副市長只要去搞這個什麼大秘寶或什麼的 因為你有其他的單位嘛 那如果今天真的有這些事件 而且完全都沒有人檢舉 然後或者是陣風也都不查 完全沒有檢舉 我認為其實那就陣風 你該先去檢討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就是說現在是不是要用司法去對司法 我老實說 我覺得這是兩碼子 是就是說如果今天 他真的覺得就查說 我今天不管你是他們主打的這個什麼棒球場 或是怎樣 有爭議你就去辦 可是辦這件事情 並不會因此而停止說 因為我手上辦你 你準備要辦我 所以我們大家會來抗人 然後互相來談 我覺得剛剛因為小益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相信在這個錢的這件事情上面 真正會被衡量的 其實在於是你公款是在公用的範圍 還是公款他必須要法用 如果我今天公款是公用 你要過去確實有這種案子 就是說我今天之所以 後來重新良刑 甚至說我到最後 就變成所謂的這個 這個用這個緩刑的方式 是因為他覺得就是說 OK 你真的就是轉出來之後 你可能就是真用在公的事物上面 但是他沒有辦法 因此而告訴你講說 你用在公上面就沒事 我們過去看到太多公家機關 是因為他沒有在法的範圍裡面 去作為實用 那我認為那個對檢察官來講 其實老實講 最後的判不判刑 這件事是讓法官去做 但檢察官他必須很基礎 從法律這件事情上面 去做一個斷定 所以我當然贊成 不要去衛審先判 但是同樣的新竹大祕寶 這件事情有沒有衛審先判的感覺 我認為是有的 而且非常非常嚴重 也就是沒有任何人到今天為止 提出一個具體的證據 所有人在講大祕寶這件事情 是唯一的 唯一的一個論述依據 就是說他原先編列預算是這樣 怎麼後來增加了 所以他叫做大祕寶 不是嗎 如果今天你有一個具體的證據 拿出來 如果今天高宏安陣營 或者任何一個覺得 在那件事情上面 高宏安的助理費安 或者他低薪高報 是你叫做衛審先判 那請告訴我 你要說服我說 你今天在批評大祕寶 這件事 你是不是用一個未審先判的一個態度 那對於新竹市政府的 這一些公務人員來講 我不覺得是公平的 所以那個是話語權的非常的不平等 所以我覺得當然高宏安 他對於司法上面 他對於他自己的案子 他一定力求他是無罪 他一定希望往這個方向走 但因為他的案子牽扯 不是只有他一個人 那他有其他的助理在 所以我覺得那個部分 讓檢察官去傷腦筋 但是新竹市的市政 我還是這樣強調 就一個副市長的職務 我們對副市長的認知 來自於他必須對市政有幫助 而不是拿來作為所謂的司法 互相抗衡或是這樣 那你如果再把他變 簡化成為說 幫高宏安做這個法律顧問 高宏安律師團是吃飯的 他裡面一大堆做過高檢署的 也做過這個黑金組的 他們這些經驗 我相信可能不會比那一位副市長 來的差 所以我就不要這樣去把他簡化 但是我認為真正的癥結也在高宏安 也就是你今天在選擇 這些人的這些事件上面 你到底基於什麼樣的態度 去任命這些人 我覺得那才會是大家去檢視他的重點 有一個問題想跟你請教 就是說像朱立倫也已經對於苗栗 有所表態 你覺得說像柯文哲 大概那天有一個畫面 大家很記得 就是他在某個飯店 從樓梯走上來 有人問到提到這高宏安的案子的時候 當然我們就聽到 他就是他的態度 他就沒有說話 但是那一個表情 那個語氣 當然會讓人家覺得說 到底高宏安對他來講 目前的 到底是對他是加分 還是那個 因為畢竟就是說 高宏安也是唯一這民眾黨的現實場 當選人 所以你怎麼看說 目前民眾黨跟高宏安之間的關係 我們自己在看整個選舉的過程當中 高宏安跟民眾黨最大的連結 唯一的連結 就是他是民眾黨提名的 但是高宏安在整個選戰策略來講 他對外所標榜的 其實都是企業界的人士 而反而反而把政黨 我都講一句話 就是說高宏安習慣把郭董跟宣董放在嘴巴上 但是可能把柯文哲放在心裡面 因為這是說不出口的 那這件事情 我認為對於柯文哲來講 或對於民眾黨來講 其實是尷尬的 因為外界在看到高宏安的這個處理 前的這個方式的時候 其實連結到的是民眾黨 其他的立委有沒有類似的狀況 那你會發現到民眾黨在這件事情 進入到司法調查之後 他們態度相對於保守 你說柯文哲在選前 沒有針對高宏安的說的話 有說法 他其實有 而且說的都比現在重 但是現在他反而不太去為 這件事情背書 而他的講法就是說 就是已經有人在幹嘛幹嘛 所以我認為他用比較簡單的政治語言 而去回避了 大家希望他去回答的那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對於整個民眾黨來講 但我必須講 就是說我第一個 我覺得如果立法院其他的立委裡面 你不要說只有民眾黨 如果其他的立委也有類似的情況 是不是應該在這一次裡面 大家做一次的檢討跟整理 當年九A立委的時候 我想主持人當時也都在跑立法院的新聞 那時候鬧到什麼程度 後來大家自砍預算 那你現在被爆出來是說 你立委是不是所有的錢 一定補助領到滿 而且這個不願意拿出來 現在看起來剛好是這個狀況 我認為對民眾來講 那個觀感其實是很差 所以柯文哲在這件事情上面 因為馬上還會有回來的是 你因為一開始爆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說你黨團要求人家 你的黨部要求人家要回捐 這個所謂的 不管你是募款費 或者那剛好用他的方式去做 那你其他立委有沒有這個情況 我覺得這個才會是民眾 現在為什麼對柯文哲來說 他會變得態度比較低調 而且看起來 他其實不願意去回答這個問題 好 當然就是柯文哲未來也是會邁上 二零二四的一個選舉的路上 因為他也曾經說過 如果他不選才是一個新聞 那當然二零二四 這一個部分是包括藍綠 各個陣營目前都在滿 就是大家都在整兵備戰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到一個現場的 最新畫面 就是目前賴副總統 賴清朗 他正準備要來參選這個民進黨 也是唯一一個參選人 然後就是這個民進黨黨主席的 唯一候選人 那目前他在三重的一個 向黨員報告的會場 我們來看看現場最新狀況 在九州選舉的時段 民進黨組織 民進黨面臨這種的危機 當年的危機就是臺灣未來的發展 所以親戚啊 身為民進黨的一份處 當時我們是執政團隊的一份 我無法抵擋台下這個 所以我決定要出來參選民主進步黨的黨主席 我要發揮 僑匯頭所說的規制那種的功能 或是剛才我們民主運動的前輩所說的 痛苦那種的功能 跟民進黨的同志 中央也好 地方打拼也好 幾十的朋友可以團結做會 共同面臨這個條件 讓民進黨可以共心 國才騎去 共政機構 贏到一個改冠生意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現場 就是來自於賴清的副總統 他現在因為要參選這個民進黨的黨主席 為什麼要參選呢 因為這一次民進黨 在這一個九一選舉看起來並不好 所以說這個原本依照他們的黨規規定是總統兼任這個黨主席的狀況之下 所以我們知道蔡總統就在那天晚上在中央黨部 民進黨中央黨部就直接遲了 所以當然現在遺留下這個位置 各界就在關注會是誰 如果最後就是由賴清德自己一個人來登記參選 我想請問一下林老師 因為我們知道這幾天上民進黨在做內部的選後的一個檢討 你看起來真的已經有點像是那個老火老地 已經今天包括就是彼此的那種指針說 已經已經講到戰犯了 這我們大概可以再提到 好 那現在剛剛賴清德 我們聽到聽到兩個字 他說就是湯口 是不是覺得現在應該檢討到一個階段 他要來做一個團結 把民進黨這段時間可能做不好的 他來做一個一個處理之後 也要讓黨變成團結 向前邁向後面的二零二四 您怎麼樣看他這樣的說法 是不是有這樣的意味 對 當然選後那個民進黨 其實陷入一個比較哀愁的一個局面 那當然賴副總統他已經算是定於一尊 是可以來這個接任這個黨主席 應該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懸念了 那但是你知道民進黨的成熟的政治人物 他們的起手是很重要 這個起手是你看他為什麼選在三重 他為什麼用臺語講 他其實都有傳達一定的理念 給相關的支持者 所以現在問題是怎麼 誰能夠團結整個民進黨 誰能夠讓民進黨的支持者 能夠再次的站出來投票 你看這一次選舉的投票 其中大概將近如果跟總統大選 當然總統大選的投票率是很高的 將近有四百多萬人沒有出來投票 但是如果說你這個再扣掉一些支持者來講的話 大概有一百五十萬到兩百萬的民進黨支持者 是沒有出來的 那他怎麼樣讓他這些人以後二零二四能夠站得出來 來支持民進黨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起手勢是很重要的 那不過我還要再講一句話 就是說現在總統還是蔡英文總統 蔡英文總統還是我們憲政上的總統 所以包含大家這幾天都在討論什麼內閣的問題 隔魁的問題 不要忘記能夠任命行政院長也只有總統 所以就是說即便你有黨主席的位置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總統 所以這兩邊來講的話 你說怎麼去整合民進黨黨內的相關政策 或者說檢討之後敗選的這個要檢討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那個東西要做改革的時候 你就會涉及到在行政權跟黨務中間 怎麼去拿捏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才是接下來賴清德的一個重要挑戰 是的確 在黨跟政之間 尤其政治還是在這個蔡總統 你如果做太多 可能人家就覺得說蔡總統因此跛腳 那這個對於黨政的協調 或對整個國家運作不一定是好事 不過我們還是要關注說 如果說剛才這就像林老師講 這是一個二零二十四的起手勢的話 那目前在二零二十四的路上 這民進黨還有其他人 我們來看看可能幾個可能人選 他們的一個說法 像第一個就是陶原市長鄭文燦 他曾經講的就是說 他不會參選總統 他全力協助賴清德 不管是黨務選或其他方面 將全黨一致協助支持賴清德參選 不過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鄭文燦本身在這個論文事件 看起來是受了一些傷 不過他後續會扮演展辦角色 可能也會是青裝袋裡面 被受到關注的 那另外一個可能人選是前副總統陳建仁 那他最近當然在議題上面 他沒有被多問 不過他曾經在六月的時候 還有提到說他加入民進黨基本上是他希望能夠對民進黨 還有這個他的過去的老闆 小英執政最大支持 他也強調說 那個如果民進黨最後推出最佳人選 他一定會全力的支持 我想請問一下 小老師 你怎麼看說目前賴清德如果做這個 像是一個起手式嗎 是不是對於二零二十四來講 他已經有一個盤算 一個規劃了 對我想應該沒有人會質疑賴清德 他有參選二零二四的一個念頭 那但是問題是他在二零二十年 就算他能夠參選 他是不是能夠勝選 那我想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去切入 第一個就是剛剛主持人提到了 他在黨內的部分 當然從目前來看 黨內剛剛提到的鄭文燦 或者是陳建仁 他也是被提到了 但是鄭文燦他本身的論文事件 再加上他沒有中央的一個執政的中央任職的這個歷練 那但是陳建仁他形象雖然很清新 但是他相反的 他卻沒有地方的這個選舉的歷練 所以兩個人相對而言跟賴清德比起來 確實是比較沒有像賴清德這樣的一個優勢 那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在黨內的話賴清德 是不是有辦法去爭取到全黨的支持 我想這是一個最關鍵的 所以剛剛賴清德 他全程用臺語在發言 而且他從三重出發 很明顯的他是要顧票 但是顧票是不是足夠呢 那就看下一個階段 他能夠爭取得到民進黨原來既有支持者以外的民眾的支持 尤其是年輕選民的支持 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小英總統可以在二零二零年當選 他靠的是相當大的年輕族群踴躍的出來投票 我們從資料裡面 從過去的資料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二零二零二零年的總統選舉 年輕一倍的這個年輕人出來投票的機率是大幅增加的 而且民調也顯示很多是投給蔡英文的 也因此就是說賴清德他有沒有辦法 這個在二零二四年慎選 很重要的是他有沒有辦法去激起年輕族群 對他的認同 而不是只是單純鞏固黨內的票而已 那再從我們過去來看的話 過去在地方選舉敗選 要能夠慎選的話 除非你要辦法有一些議題來去激起 例如說二零一四年國民黨他地方敗選 他二零一六年 他也沒有激起民眾的一些熱情 或是議題的加入 所以他二零一六年就上市執政權 但是民進黨在二零一八年的地方選舉 他敗選了 但是隨之而來的 剛好遇到了香港的這個民主運動 那整個民進黨的策略也非常成功 所以在二零二零年蔡英文就成功的連任 而且大幅的連任 但是這一次我們看二零二二年民進黨是敗選的 在地方敗選 但是有沒有辦法在短短的一年之內 能夠找到一個新的議題 能夠激起民進黨的這個 既有支持者的支持之外 還能夠去激起年輕族群 對民進黨的這個支持 我覺得這是目前賴金德 他所必須去面臨到的最大挑戰 就是黨內的這個團結度 以及這個黨外的 對他的這個對他的支持度 能不能夠號召起來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關鍵 小姨姐 所以像剛剛林老師講到這個Tanko 這個團結起來好 但是小姨姐提到說 不只是民進黨支持者 賴清德要能夠當選 還是需要有其他的範圍 那如果說像對中間選民 或者是泛藍的支持 再講 兩岸問題 是不是可能就是賴清德 未來必須要去好好思考 怎麼樣來因應的一個題目 確實賴清德 他的罩門是在兩岸問題嗎 因為他曾經自己講過說 他是務實的臺獨工作者 那你看他上次在出訪 帛琉的時候 他有在幫這件事情 在做做更多的說明 可是因為當時還有國內的一些事件 所以他的那個說明 沒有引起很大的涟漪 那回過頭來 我還是要強調說 他今天雖然是這個黨主席的 這個棋手勢 因為他自己一個人同一個競選 所以看起來他是在幫二零二四 在做這個總統的鋪路 可是要為二零二四總統鋪路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問題是不是黨的問題 現在你問題嚴重在正 在正的部分 當然我也不認為說 蔡英文會提前跛腳 因為像剛老師講的他還有一年的任期 你不可能就是像那個 我們也沒那個膽 像那個蔡其方講說 請這個總統去遊山玩水 這個我當然是覺得不可能 可是現實在這裡 現實在這裡 賴清德能不能選擇上二零二四 他問題是在現在的正 那你看總統這邊 民進黨已經做了三次的總檢討 可是看起來你檢討了以後 然後呢 大家問然後呢 包括就說你隔魁要不要換 那再來就是說大家要認為說你的振興券 不管是振興或是紓困 不要說一人發一萬了 你一人發五千 你敢不敢發 你要不要發 因為現在呼聲是在這 疫情結束之後 大家覺得你不管是振興 或者是紓困也好 那這筆錢看起來 就是我覺得整個執政黨是不動如山 好像感覺沒聽到 再來大家說的兵役問題 兵役問題 你不能每次叫邱國正去立法院 就很尷尬 還在研議 還要研議 你研議了一百年了 然後呢 你現在擔心會掉票 那你今年不宣布 你明年到了賴清德 你還是會掉票 所以這件事情還是要解決 那最後還有數位發展部的問題 數位發展部 大家已經都罵死了 兩百多億的數位發展部 那你唐鳳 你要不要做個清楚的說明 還有今天 待會我們可能會討論到的疫苗 這個郭台銘對疫苗不爽 再講到BNT次世代疫苗的問題 那那我認為說 這些在在的原因 都是正的部分 可是這個你看賴清德 他現在是副總統 他就算是黨主席又能怎麼樣 這件事情他還是沒辦法 所以我會認為說 如果他真的就是有心要二零二四 這件事情 他可能要跟蔡總統來溝通 你要黨政黨在一起 不然你黨要怎麼改革 你黨改革說 好我都沒有黑金 我的立委提得很漂亮 你正如果說是 你還是不能說一塌糊塗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符合民意的期望的話 你被選了二零二四 我感覺現在是越來越困難 我們來看一個這個民意調查 這是來自於臺灣民意基金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面大概是尾端這邊 我們看到這幾個月 最後幾個你會發現一件事 民進黨的這個支持度 政黨認同的一部分 是大幅的降下來 我們看到反而是國民黨上去 所以這邊已經出現了 一個黃金交叉 這個差距大概是百分之三十一點六 對上百分之三十點四 我想請問一下任俊哥 對於民進黨來講 過去這段時間 可能被質疑的 還是在蔡英文的一個領導 但我們也知道說賴清德 在這一個階段裡面 他是扮演好他的一個副手角色 所以看起來可能沒有那麼多的露出 會不會這一點 對於他在這段時間 可能民進黨可能被質疑的一個部分 他是不是可能相對來講 會比較能夠 也不敢講 群身而退 是不是可能受到傷害比較少 對他最後選舉 是不是可能是有幫助 我想這一次的這個認同的長期趨勢 因為如果從二零二零的投票結果來看 那這兩年的變動 看起來非常非常大 那你如果就他的這個趨勢上面 來看的時候 你說這個短短的兩年的時間 那到底國民黨做了什麼事情 讓他大幅的往上走 那民進黨到底做錯了哪些事情 讓他大幅的往下跌 我認為這個可能要看下一次 這個選舉 因為確實在這 你看二零二二年的 這一一一 這個五十七 十個月左右的時間裡面 他確實國民黨往上走了非常多 那國民黨是真的獲得大家的信賴嗎 還是怎樣 我覺得那個他一定要觀察 那因為剛剛特別提到 就是說賴清德的這樣一個角色 其實民進黨其實在過去裡面 還有包含國民黨都提過 為什麼要黨政合一 就是總統兼任黨主席的這件事情 某種程度是希望他黨政 能夠一起作為協調 所以你看每個政黨 每每每個會開的時間 都差不多 週一的時候 就是重大議題協調 衛報 週三 就是所謂的中常會 為什麼 因為禮拜四行政院院會 所以他都是把希望把黨跟政綁在一起 那現在蔡英文作為一個 不是民進黨黨主席的總統 可是他卻是民進黨內 從政黨員裡面 我有最高行政權力的 所以我認為他現在的問題 其實來自於是賴清德 作為一個黨主席的時候 他如何去定調政的這一個部分 如何跟黨裡面作為協調 因為他接下來不會是黨政合一 那蔡英文願不願意在這裡面 這個做一個完全配合的角色 這就是為什麼蔡喜芳會跳出來講說 蔡英文你是不是在這一塊 也就是說政的部分 包含照阻隔的那一塊 是不是你應該讓黨主席去做全權 那我認為賴清德 他現在必須去思考的是 他接下來接為 接這個 所謂的民進黨的時候 他在路線的這件事情上面 他要如何去定調 也就是過去民進黨 其實你會發現到 每一個參選人 只要選總統的時候 他試圖把民進黨拉到一個 比較中間的路線 因為他希望能夠拿到這個 所謂中間選民的票 可是如果就現在這個時期 來講 民進黨可能連自己深的支持者 都沒有出現的時候 賴清德要不要走一個 比較激進的深綠的路線 你看他今天講話的那個 從九六臺海危機開始講 我認為他試圖先走一個 比較激烈的路線 讓深綠的部分 先回到民進黨的內部 再後面再來慢慢地去作為一個調整 所以後續我們要來看的是 那在國民黨的部分 最近可能有浮出來 就是像郭台銘 當然最受到關注還是侯友宜 今天侯友宜也被問到 對於郭台銘 還有賴清德進來動態 他的看法 我們來看下面這段畫面 那郭董有關編替的言論 也被解讀說 是要選二零二四的其手勢 郭董其實對整個臺灣的經濟產業的發展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領導人 那這幾年我看他也為國為民 關心了很多的國家大事 我覺得只要為國為民努力做事 我們都值得給他肯定 賴副總統今天跟新北出發 向黨員去報告 那選在新北被質疑說是針對你來 那你怎麼看 很好啊 我相信他選擇三重 還可以聽到三重 很多的建設 需要賴副總統去幫我們爭取經費 我們很多的地方的基礎建設 都有賴副總統 以副總統之爭 幫三重去爭取預算 幫三重去做好行政協討 讓三重更快速發展 所以我非常謝謝賴副總統 到三重來 聽起三重的聲音 林老師你怎麼樣看 說這侯友宜特別談到三重賴清德 從這邊起手勢 他也有一些他的看法 也是接得好像這個 覺得蠻漂亮的 對啊 但是就是真正的國民黨 最大的對民進黨最大的對手 應該就是侯友宜 但是問題是現在藍白能不能合 柯文哲一定是出來選 那如果柯文哲要出來選的話 那個藍營 就朱立倫口中所講的 所謂的非民進黨的聯盟 這個聯盟怎麼組成 這個就是他們要傷腦筋的問題 所以現在就是說 當然有些民調看起來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誤差了 現在不可能說柯文哲出來選 侯友宜如果出來選 這是兩個強棒 就是說侯友宜算是國民黨強棒 然後柯文哲出來選的情況之下 這個票不會有分裂的可能性 那賴清德的票會到 只有到二十幾趴 或是三十趴左右 也這不太可能 因為當時這個謝昌廷 當時他們選得最差的時候 還有百分之四十億左右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就是說國民黨內部 他怎麼去整合 然後到底朱立倫還是侯友宜 然後柯文哲怎麼面對 這個藍白的問題是最重要的 賴清老師怎麼看藍營的支持者 會希望怎麼樣走 我覺得最主要問題是兩岸之間的 一個關係 因為選總統跟選縣市長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侯友宜他的特質的話 在選縣市長是ok的 但是如果回到總統大選的話 最關鍵的因素還是兩岸之間 他能夠採取什麼樣的立場 從現在來看的話 我們看不出國民黨在兩岸論述上面 可以提出一個有效 且吸引大家的觀點 因為自從九二公司被認定 是所謂的一國兩制之後 那麼國民黨是不是都找不到一個著力點 而侯友宜他本身在 如果他選總統的話 總統關鍵在於是國防外交 兩岸之間的事務 他如何能夠提出這樣的一個 能夠說服得了多數民眾 他可以升任兩岸國防 國際之間的一個事務 我覺得這果然最 這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小燕姐 我們看到就是說 剛剛侯友宜對於這個郭台銘 他特別強調說 反正為國 為民做事 我們都要給他肯定 那你怎麼樣看說 這未來這兩個人 是不是有可能一些進和關係 我覺得侯郭佩 郭侯佩 這個基本上是不可能 第一個就是說郭台銘 也不可能再回國民黨 因為基本上他當時跟韓國瑜的事情 跟國民黨已經鬧得這個決裂 尤其 而且現在這個提名在即 就是說明年初選 明年初選時程 應該不會太久 三到五月 那這個時程 可能也來不及了 那再加上說 他跟那個侯友宜 侯友宜 現在不需要郭台銘 他自己可以出來選總統 那郭台銘 他何必要郭台銘的加分 所以他不需要去找郭台銘做搭檔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結論是說 侯友宜 他跟賴清德一樣 兩個人都是兩岸論述的部分 像我們剛剛講賴清德 可能要好好去講 他那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尤其現在兩岸關係 這麼緊張 他有必要為這個搭檔來釋疑 那侯友宜 你不可能在講兩岸政策的時候 你永遠在講好好做事 你在講好好做事 那我也不知道你的兩岸論述是什麼 尤其他的他的弱項 又是外交什麼的 這個他都沒有辦法展現 這個不是好好做事 就可以解決的 我認為他應該拿出更多的論述出來 好 那個文君哥 那如果說像這樣狀況 在郭台銘在整個藍營裡面 你覺得他是有可能串輸嗎 或者是當然他現在沒有表達態度 但是看起來最近動作 或者是他今天有一些發言 看起來是有這樣的意圖嗎 藍營的基層 確實有一些人還是寄望郭台銘 能夠在政治上面 有些表態 甚至希望國民黨 跟他之間有更多的聯繫 但是如果從上一次 這個二零二 二零一八之後 看起來二零二零之後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郭台銘 基本上跟國民黨 有一點漸行漸行 而且他其實也沒有去干涉 國民黨黨務 所以與其說是郭台銘 要主動去跟這個國民黨合作 倒不如說國民黨希望 在這個的階段裡面 能夠去擴大他的這個支持者 因為或者是有一些還沒有定向的人 願意多去支持國民黨 我認為這個對國民黨來講 選戰是正確的 但是對於侯友宜本身來講 因為侯友宜確實在這幾年 他是一個地方型的政治人物 那屬於這個所謂國防兩岸外交裡面 其實侯友宜並沒有太多的琢磨 而如果他就做一個地方型的縣市首長 那個也不需要他來做 但問題是當那個侯友宜在勝選的那一天 他開始提到一些國際人 開始叫做聯發的 聖族 第二項三里 水雞花八三里 以後你可以叫我 第二項 換換換換 換 我在頭上出去了 可是你的 小子啦 雞花八三里 談給你找我 日本人就不會讓你唱唱歌了 浩中天空 佈後國家 是我們每一個國民 應該一位義母 我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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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人的